用1万美金一年赚200万 你相信吗 这就是世界炒股冠军 拉瑞·威廉姆斯在1987年的真实战绩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 你将学会他短线获利200倍的秘诀 建议点赞收藏 反复学习 拉瑞·威廉姆斯在全美罗宾斯杯 期货交易大赛中夺得冠军 将1万美金交易到114.7万美金 账户翻了100多倍 而排名第二的仅盈利了6万美元 当年9月他的比赛账户金额达到204.2万美元 比初始资金高出200倍 那么他到底有什么绝招呢 我们普通散户和投资小白能学会吗 经过大量的学习研究和实战 我发现在他所有的短线交易战法中 有一个短线形态 既简单又实用 不管是老股民还是新股民 都可以在三分钟内学会 他就是攻击日形态 接下来我们直接讲干货 拉瑞·威廉姆斯有很多头衔 其中他最喜欢的是超级短线交易支付 而这本经典的著作 短线交易秘诀 被很多业内人士奉为股票与期货交易的圣经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解读这本书里面重点谈到的攻击日形态 攻击日形态分为两种结构 一种是攻击日的买入结构 什么是攻击日的买入结构呢 是指某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前一交易日的最低价 同时这一天的收盘价还要低于前三到八个交易日的最低价 如果下一个交易日出现上涨的走势 并且收盘价高于低收的攻击日的最高价 就可以视为买入信号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攻击日买入结构案例 首先图中的这根红色蜡烛就是攻击日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收盘价明显低于前一天最低价 而且也低于前面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八根蜡烛的最低价 所以我们肯定这一根就是攻击日 而攻击日的原理就是五价表现的很弱 但往往就是这样的弱势表现 让你以为是个向下的跌破走势 或者叫向下的走坏走势 而往往就是在这个位置很多人会卖出股票 而不知道如果在这个攻击日的第二天 立即收出一根阳线并且这根阳线的收盘价能超过攻击日的最高价 这就是最佳的短线买点 我们把这根绿色蜡烛称为买入结构 同时如果买入之后 立即以这根阳线的最低价作为止损 随后果然立即出现了大涨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攻击日买入结构的实战练习 图中的这根阳线明显是攻击日的买入结构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的这根阴线是收盘低于之前三根蜡烛的最低价 所以这根是攻击日而攻击日之后的阳线明显收盘超过了攻击日的最高价 所以这是一个买入结构 我们再来看这根阳线同样在之前的阴线 这里的收盘价明显低于之前的一二三 至少三根蜡烛的最低价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攻击日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随后的大阳线 这里看上去很像是一个走坏的变熊的走势 而实际上如果你没有这只股票 看到这样的走势 一定要在第二天重点关注 一旦在第二天明确确认收盘可以超过前一天的最高价 那么盘中也是可以立即买入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位置 这根阳线是不是攻击日的买入结构呢 前面的阴线明显低于之前至少一二三根蜡烛的最低价 所以这根阴线就是攻击日 而随后的这根长长的下影线的阳线 收盘价也是高于攻击日的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买入结构 可如果买入之后却先开始了下跌 这时不要忘了依然要使用攻击日买入结构 这根阳线的最低价做止损 只要收盘没有跌破 那么依然可以持有 而一旦股价迅速冲高 我们短线获得足够的利润随时可以冲高 获利了结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左边的这个黄色箭头 这根阳线到底是不是攻击日的买入结构呢 如果你同意这里的阳线是一个攻击日买入结构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回复yes 如果你不同意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原因 攻击日形态虽然很好 但如果能够结合五天均线和成交量 则会事半功倍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配合五天均线和成交量 图中的白色均线就是五天均线 我们来看这根红色蜡烛 很明显它就是一个攻击日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收盘明显低于前面 至少三根蜡烛的最低价 就是图中的方框位置 经过仔细确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果然达到了八根 随后阳线收盘价明显高于这根攻击日的最高价 于是这里就是买入结构 而非常巧合的是 这一天的收盘价也正好是第一次冲破了五天均线 所以当买入结构的收盘价高于五天均线时成功率会更高 我们随后可以利用这根蜡烛的最低价或者五天均线作为止损都是可以的 而再来看下面的成交量是温和放量 是买入信号的最佳配合水平 什么叫温和放量呢 一般是指成交量相比前一天略微放大 但不要放大太多 如果放大太多 则代表短期获利了结的人比较多 不适合短线买入 那么温和放量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 一般是指放量不要超过两倍以上 像途中的这个案例 放量正好达到一倍左右 就是倍量阳线 所以是最佳状态 果然后面的大涨就是持续的涨涨涨涨不停 我们再来看一下卖出结构 卖出结构完全是相反的 指的是某一天收盘价高于前一交易日的最高价 并且高于此前三到八个交易日的最高价 如果下一交易日出现下跌走势 并且价格低于高收的攻击日的最低价 可以视为做空信号 我们来看一个实战案例 图中的这根阳线就是一个攻击日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收盘价明显高于前面的 一二三四五五根蜡烛的最高价 随后第二天的阴线明显的收盘 低于这根攻击日的最低价 所以它就是卖出结构 从这里卖出之后 我们应该以这根阴线的最高价作为止损位 来保护我们的空头仓位 关于今天的攻击日形态 你学会了吗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专录老师 关注转发加点赞 下期精彩持续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